跟大家說的又是另一個傳奇 不過這次是說德觀的傳奇 堪稱得上是積木坦那裡的他家溫 Hi 大家好 又是Brian TWICE TV的玩具堂深水評測 繼續跟大家說Coby 我自己也忍不住 因為不停煲這個牌子 不停說這個 事實上我自己已經砌了 20多架戰艦飛機 船 這次跟大家說的又要說些重頭戲 上次介紹1比300的武藏號 反應好像不錯 還是大家先 那隻戰艦是值得介紹 因為無論是型態 尺碼 尺碼 設計 甚至質量 我覺得都是頂尖 而且本身 沒有什麼叫做一流牌子 即是沒有牌子去處理這些軍事產品 所以 Coby 我覺得 也是 不義之選 來的 自己喜歡 又自己做 這次跟大家說的是另一個傳奇 不過這次是說德軍的傳奇 就是坦克之王 Tiger 1 說到Tiger 1 這次可惜 我們不是說Michael Whitman的Tiger 1 不過 總之都是Tiger 1 是不是很滿意呢 看外形已經覺得 已經在了 好 我們一齊看看歷史 這一屆Tiger 1 就是盟軍一個最可怕的對手 當時在歐洲戰場 當然 這屆Tiger 1 其實在非洲 在歐洲戰場 都有用過的 主要是分三款型號 就是早期 中期 後期營 後期營 尾部就沒有了這兩個箱 後期營 後期營 尾部就沒有了這兩個箱 後期營是怎樣的呢 我們借一借Storm Tiger 來看看 遲些也希望介紹 後期營就沒有了 簡潔一點 這兩個是什麼 我不太記得了 也不在那裡說 有機會可以跟隔壁 這屆是特擊砲 特擊虎 原來全世界身上18隻 用來支援步兵 這個砲 有故說的 不過輪到他才說 先說這個 這個早期營的Tiger 1 其實我覺得早期營的Tiger 1 其實我覺得早期營的Tiger 1 是比較漂亮的 除了多些東西看之外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喜歡多些 好 說回他的歷史戰績 最多人提起的 其實就是Michael Whitman 說到Tiger 1 不說Michael Whitman 都好像不太好 一條說一下 那Michael Whitman是什麼 就是坦達之神 我們稱為Tiger A.A.C.中的A.C. 這個戰績 原來到了今時今日都沒有人破到 是什麼戰績呢 就是一日之內 它擊毀了敵方51架戰車和坦克 其中23架是坦克來的 另外可能是寶級車或者運兵車 總之就是這個戰績到今時今日都沒有破到 我相信也不會再破 因為當年的戰士一來是很大規模 二來就是當時Michael Whitman是利用了戰場優勢 加上他自己特別的方法 加上Tiger One的性能發揮到最好的地步 立了戰績 打完對方之後就會轉移陣地 然後繼續去攻擊 而且以我自己所知 他也是用一些方式 就是他先在路上 通常車隊都一列過 前面可能是攻擊的車 中間可能是運輸車、運兵車、補給車 他先會攻擊了 在車隊之前和之後的車 那意思是鋪鎖了整條路 那意思是他就可以走路轉位 那類似是這樣 這個我們叫波加基村 英文是波加基村 就是在洛曼帝附近的一個地方 當時Michael Whitman就是SS101C 即是裝甲教導師 當時德國的資源已經很缺乏 但是他還是調動到他 但是當時有些人說他單槍匹馬 或者是一架戰車去打 基本上所有戰績都是他做到的 但是後來有些資料證實 其實他不是一架戰車單獨行動 可能是兩架或者三架 但是這個配合裡面 Michael Whitman 的車應該是主力 因為泰家溫的炮擊性能 裝甲性能 都是非常好的 加上他的戰術很優異 所以做了這個其實也是很驚人的紀錄 那說回來的車 其實這隻龐年巨蜜 是超過負重的裝備 是57噸的 戰時德國生產了一千三百多部 包括早期、後期、中期營 三種型號加起來 一千三百多部 以當時的戰爭規模來說 是不算太多的 但是他的戰績和外形 加上一些故事 其實非常人入城 成為了很多漫畫、電影、電視劇 一些描述的對象 最後在同年八月 上得山多忠義府 被盟軍的英國部隊 有雪曼、Fly-Fly 其實都是同型車 Fly-Fly就用英國的炮 據聞的火力比較強 然後就圍攻 更多炮彈 整輛車炸到炮塔都飛了 曾經有人說被法軍空襲 擊毀 其實很容易 因為Tiger-1的裝甲最弱 就是車底和車頂 只有25mm厚 後期也加厚了 但始終是最弱的一環 但是後來證實了 原來不是 應該是英國的坦克部隊 或者加拿大的坦克部隊 擊毀了 Michael Wimann這家座架 其實戰爭中 很多次Tiger-1都被擊毀了 但是那次自己就在車內 就殉跡了 當然 有時Tiger-1的成員 生存率都應該高 因為它本身的裝甲很厚 正面的裝甲 是達到100mm厚 即是10cm厚 正面的 側面也有60mm 所以其實是非常重型的坦克車 而且它的砲是88mm 那支很著名的 德軍防空炮 的改進版 不是那支 而是改進版 所以整個設計都是以高火力 和重裝甲 建成的 當然速度來說 都是不差 但問題是這輛車真的太重 所以令到Tiger-1 在戰場內被擊毀率的主要原因 或者叫做報廢率 主要原因都不是被擊毀 主要是機器問題 後期的Tiger-2更加燃油問題 即是原料問題 是缺乏的 才是廢棄的車 大部分都不是被盟軍擊毀 因為基本上它是裝甲加上炮火力 其實很難是 一兩三個對手可以將它擊毀 看產品前 先拍這個盒子 倒轉了 非常漂亮的盒子 大概是有550塊 如果產品來說算是多 但又不是算是最多 因為俄軍的JS-2 或者T-34 85 數量都好像不少 人仔有兩個 旁邊有些特點 這邊又要看看 後面 我曾經砌過一些 內地牌子的Tiger-1 全都散了 一砌完之後 很鬆散 這當然是跟它本身的積膜 開模、啤件的質量 膠料處理有關 這純粹是質量監控的問題 還有武具的技術問題 外形那隻也不太好 那時候很喜歡 特地去買 是否抄人 我不知道 但這時候你沒有抄人 無論外形還原 質量 堅固度 都非常好 堪稱得上 是積木坦克裏的Tiger-1 先看看 一些裝備 就是這張卡 這張卡 有當然好過沒有 拍得很漂亮 但用實物來拍的 所以都不錯 真的 插回整隻 說明書 插一下 全程就不插 這架的DECO 大家不用擔心 全部都是 不用貼紙 總之 有雙 bare hands 即是一雙乾淨的手 就可以了 看說明書 噴油不需要 賞色不需要 貼紙不需要 當然 高手們 你要改裝 隨得你 好 說回車的特點 我們看到說明書 有提到 其實帶動輪 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 輔助輪 我叫做輔助輪 我不知道剛剛 這個就是帶動輪 先說人仔 人仔比較特別 這個人仔 這個灰色 是頭髮 典型 聽Crew 即是看黑兵的 裝束 好搞 這件衣服 都不像 這不像 這可能是現代人 所以為什麼知道它是假髮 很像 真的像現代人 這個另一個 有點厚 還有一個走灰 所以這個 就不是德軍的Tank Crew 好了 說完人之後 這架明顯是 早期營 因為多了這一部分 車頭 你看到車身前 這裡有裝甲 原裝有幾個勾 所以就勾了幾塊 鋁帶 變成一個額外的裝甲 在車身前 這裡通常都是 重彈的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去到100mm以上 裝甲 前面有80mm 再加上鋁帶 其實就很厚 這一塊我自己用多餘的鋁帶 通常都有多了兩塊 我就放上去 只用Bluetap貼 好了 講一支炮 炮管 就完全是 好像真實的 泰家溫的炮管 這幾個位置 很清晰地做出來 炮管的特色 是三段的 都是做出來 旁邊這些 衣幕彈 smoke grenade 發射器 好像是早期營友 所以早期營友 早期營友好處 這架很明顯是沙式 131 DECO的號碼 是典型時 非洲用的方式 這個箱是有的 不過沒有位置固定 我自己看它放在這裡 很可惜地 把它貼在上面 這個位置 其實就不用貼 有幾粒釘子 就可以放進去 但要講講這個箱 裡面除了這個箱 是有一堆的配件 我專門用的Bluetap 黏住了 其實有三個 配件 這些配件都很有趣 打開很過癮 有一個鉗 這個呢 是鎚仔 而這個呢 就是 不如說 製造一個收入車的工人 技師 也沒理由沒有發達 很合理 所以有三件非常合理 這個是Bluetap 是白色的 這個箱是跟著這套 好像是一個很特別的配件 我想平時的配件沒有 所以我就放了這個位置 可以按下去 這裡不按下去了 先看看帥仔車型 這些,翻箱 這個我自己貼下去 這些蓋子兩邊都可以開 兩個車窗蓋都可以開 兩個車窗蓋都可以開 當然可以塞一些人進去 我先示範一下 好,沒問題的 你上去矮一點就換坐 就像正常的鎖出來 當然你要再去短一點 還可以的 你拔掉一個人仔去 這樣的話就夠低了 雙手提高一點 很低的 好,看你自己怎樣玩 其實這輛車 全國有四個倉蓋 這裡還有一個 換句話 其實你可以放四個坦克兵 看看車頂 這些排氣口 排煙口 都做了 車尾這些典型 其實它們都加了 那些叫做戰損 或者叫色內 你看看 這些就是泥漬 或者是凹凹的情況 好 那些砂板呢 可以滑 可以動的 那 那 旁邊這些 我們叫裙甲 或者裝甲 整條可以拆掉 即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即是戰損板都可以 隨時 你拆幾塊走都可以 那 就隨得你改 那這個整塊拆走都可以 很多時候 後期很多打車 很多打車 都掉了 那這些沙板都可以動的 那這個整塊 那應該不可以動的 好 那機關炮油 這些的裝口 就不是真倉 但是沒有術了 好了 那上面還有一個小行李 那 那這些 是可以發射器 可以動的 好了 那我們先試試車 好了 那 那 有條遠的天線 那這些其實 按照你的需要 其實不同的 其他型號其實都會安裝到不同的位置 那 司令官的指揮官車 其實還有一支大天線 希望我們先出一支大天線 試試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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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定會移動的 不會滑掉 另外中間的附座輪都會一起移動的 所以這個設計上它們很準繩 除了不會鬆開、散開之外 不像之前我買的一些副廠內地牌子 散開之外 它是真的很堅固 而且真的可以用到 你說堅不堅固 其實不會掉出來 不會掉出來 那些聲音其實是理帶的聲音 一個理帶有一個 少許鬆 理帶勸大家要跟足說明書 我可以跟足說明書 所以它輕輕一點是鬆的 剛才我裝甲車的時候 我不小心砌到一顆 發覺鎖得很緊要 不正常 跟它就適合了 鎖的程度剛剛好 剛剛好 我可以緊緊拍一下這個大動輪 和整排齒輪 好 那有沒有地方可以打開呢 這個就沒有 打開不到的車窗 因為這個 我先關上蓋 它是打開不到的 但是有車窗的細節 但是它有四個窗 所以這架Tiger One 最多可以 砌到Michael Whitman 那些經典照片 四個Tank Crew 在這裡 第五個不知道在哪裡 我忘記了 所以這架Tiger One 都是 每個都推薦 真的很帥 但是 你自己選 到不到位 遲不遲 大家有沒有共度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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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